听你说像南亚德莱文这种 其实下路会需要配合的非常默契 飞机小炮全班了 那现在异化师的优先级还蛮高的 是 要回归基本功吗 异化师的话 那打野就是赵信 诶呦 洛夫兰先选 直接选了 也可以啊 这个先攻洛夫兰 打异化师也很好打 这马克的辅助 要带控制属性 就如果你追求安稳的话 你有搞什么布隆之类的 然后你要追求控制 现在有个路 得牛头锐 瑞尔他选过了 就牛头锐 他挑一个 对 先不急着出 先搞个佛爷哥 这个阵容 看完了 还是千决 别谈了 对 感觉还是千决啊 你要选个牛 我还忌惮一下 你把我顶出大招 你现在牛也没有 那直接千决 W也确实没有选择 去针对到这首啊 因为感觉 BRD这个选下去 千决挺名牌的 这样的话 蓝色方的双座也得进攻对面的野区啊 对 这个换线就是不给机会 虽然你卡丽萨没那么推破我 但是威波尔小走位 还是被定了一下 和被狂点 但没有打掉技能 往上包一包 上来 宾哥还没回过家 宾哥还把E给交了 被拉扯了 被拉扯了 这样距离拉开了 W拍中 没有后续留人手段了 没 所以主要还是 上路这个地形增加之后 出来的没那么轻易 是 但宾哥的线被控了 Gayward在勾引 在勾引 他在勾引 但是就来个mark 伤害够嘛 拉扯珠了 拉扯珠了 W咬不出了 小那儿的话 感觉有机会 交闪了 而且顺带咬一口冰 其实主要还是 还在 在赌刀这一块 但是E级能交过 跳上来了 感觉不对劲 这领域这冰 现在跳上来 就有点夸张了 没道理 你说冰不吃了 把E交了 这冰哥在往河道走了 看到后面发生 这样的一幕 眼中就差点瞪出来 抱住LP LP怎么办 差池难飞 差池难逃了 应记也已经挂上了 能换吗 能换一个吗 他提前你再换血了 但是有余阵 好肉啊 换不掉 好像霸行 呃 呃 纳尔人称小维恩 来了来了 看链子 练住了 阿兵得开大招了 先压一套 但这个兵线 还有点多 他们现在 他不知道 洛也在后面 是 塞纳也在来 咬一口 快点血 这波LP 发现兄弟们 都来上路 那我也来 直接加入 只好 威尔尔也到 回家的时间了 哎呀 有个Night在 赶紧 得交进化 往后走 哇 直接被打残 又得回家了 不是 而且上路怎么办 没有兄弟了 威尔尔还没到六 还有一点点 想伸六 变大了 那算了 这一波换血 是在为中辅的干客 做铺垫 是的 而且这波凯斯塔 去中辅普线了 下路这里 冰哥 开出大招来了 塞纳在给个盾 但闪现推墙 W再中 吻死 拿下人头 何文件 线还是会过来 往前滑了 哎呦 很主动 Night直接TP 去下班群 要包这个奈尔 但他一个人 Vobo正在来的路上 奈尔还吃到 这个一塔的钱 QC能减速到Night了 反而Night有点危险了 因为Vobo来了 闪现过来 直接给链子 自己有水银鞋 吃完一刀伤害以后 并不危险 再踩上去 Night也交了闪现 所有人都来了 一勾 又小那儿帮忙打 在那儿 有点靠不住了 这样算是卖自己 让队友撤退 但是对面 不给机会 对 不会直接跟你战斗 表迹是在找 合理的进攻时机 这里直接闪现猎 然后Night瞬间反打 并且这一套下去 他交出闪现没有死 他这波没有大招 嗯 塔下Vobo在跟 两个人缠斗 这伤害挺高 这泰坦追着那儿在走 大家动手机 我为什么怕你 想来抓一下Night 想动Night Night如果出去 会给到机会 看到人知道不对劲了 但是这位置交闪也走不了 而且直接被秒掉了 没有机会放技能 再给威胁了 又找LP 但这位置太远了 LP直接交闪 主要宾哥现在打不过那儿 他没有道理跟你打到底 但是这波Night也来了 这个伤害 但Vobo没有走吗 宾哥直接提来上 换个塔 中路也开打了 而且暗很肉哦 大招在给个盾 横杨被秒掉了 交了拆下 A3点出来了 收掉以后LP也倒下 来到了Balgin的节奏里 薰直接过墙 骂个交出了W 但是薰拿下了三杀 波波练锥 不敢打到底 因为他知道没有大招的话 这刀伤害是打不死的 有千决就够了 打得速度很快 但是那儿踢了 中杀两兄弟 想操作一下 但威腕是零怒气的 他得先攒怒气 对面直接抱团打龙 波波得过来POG一下 躲了一勾 还在拉扯 龙已经下到了漫卷 威腕的怒气 攒得快差不多了 闪现不想被咬到 但他这样的话 还有进场的机会吗 他没有什么技能的进场了 而且上去咬住了威腕 W也中了 暗线都勾到了 勾到了 波波 波波只能选择 交闪现逃跑 闪现两段踩 直接拉开 防得非常的好 没有让威腕 找到任何的进场机会 大龙应该稳稳地收下 是的 在WE他们只能立刻去反应 换一条小龙 耐的是有闪现的 但对面撤得很快 再来个T 无尽四手 两个人都中了 黏不住 看中路这波什么情况 WE主动出击 但是奥的精准一勾 勾到了佛耶哥 让佛耶哥这波团 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直接被秒 他们是觉得丰富 第一扇仙道 最近也比较灵活 会比安妮快很多 但是正面的输出太高了 但WE这个阵容防守 就有一些困难了呀 直接砸大 没有魔抗的 黄神顶不住了 直接一枪狙死 应压一下下路 上路的这个塔 呃 侧翼 在野区找机会 打掉Nine的一个闪现 等自家的中线 上路微卫只能带 你来做视野波 啊 哼 进去了 想开 正面想直接秒人 知道戴得没闪现 但没能秒得到 但打出了薰的大招 都在大招里面 没有人能补伤害了 LP知道无尽死手 交了个精华以后 赶紧往后走 但是闪现也A到LP LP闪现找L 可嘛 那点不过的呀 直接被一枪收掉 过来养 养到Fofo 摩尼迷走好了 能走 Fofo侧面过来 能不能偷个人 呃 他现在的伤害很有限 他现在能找机会 搜一下残血的艾尔克 但是能不能叫我过来 这泰弹还很弱啊 他受不掉了 是的 以他为第一目标 是不太可能的 练住了 不掉血啊 不掉血 真不掉血 这还是二段链出来的伤害 但对面点马个两枪 推很多人 但是自己先融掉了双踩 收掉了L 但后续还有人拿上 没有 LP 视角给到你 世界聚焦于你 被咬住了 韩恨倒在了自家高地 一个人面对五个人 也是打不了的 中上冰战以来 这样可以恭喜标记 2比1 战胜WE 就是一把出色的转线运营局啊 而且在对面 一直跟自己玩131的时候 找到了一波最关键的机会